你好,我今天讨论的主题是韩国和中国的抓课和代课利益和勤科和医疾。 在中国抓课和代课的时间有很多贵族,比如抓只和门之间的地方为下洗是主人抓的地方。 上洗的对面为上洗是均贵的人抓的地方,就是客人抓的地方。 他们之所以是因为中国人有商手的传统。 大家都做好之后,他们就能开始吃饭。 吃饭的时候,每上一个菜,可能要先品尝,或者主人要全,可能先吃其他人才能开始吃饭。 还说,你不能很快吃饭。 在韩国,在韩国,你没有很多的鬼主,但是无论如何,你不要没礼貌。 你去别人家的时候,你能带一个小礼物,比如说水果等等。 还说吃饭的时间。 最老的人要先吃,然后其他人才能开始吃饭。 除此之外,韩国没有很特别的鬼主。 在中国一起吃饭是很重要的沟通方式。 因为很多中国人常常含蓄。 所以,因为桌上有比较轻松的气氛,他们吃饭的时候,他们能 哭得聊天,还说他们自己的事情。 所以很多中国人很喜欢清客。 但是最近很多年轻人喜欢Ager。 Ager是个人家长,结账个人的。 Ager有很多好处,因为如果你Ager,你不要脑别扭,脑别扭,谁结账更多,谁结账更少等等。 但是请客也有很多好处,因为如果你请客,就是告诉别人我很喜欢你,所以我要请客。 对老张,对老张,对老张,对老张而言,如果儿儿子要Ager,因为他觉得一个家庭的情况, 请客比别的家庭请客更好,或者更不好。 那我觉得他们要,他们要用Ager,因为我觉得家庭之间,家庭之间你不要对为钱的问题, 你脑别扭,脑别扭,脑别扭。 但是,但是如果儿儿子要Ager,因为他觉得, 呃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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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 但是他們不要,他們能一年一個家庭請客, 別,下年,下年別的人請別的家庭請客等等。 那每年他們要吃一頓,他們能有很開心的吃飯。 很開心的吃飯時間,謝謝。 謝謝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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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。